你要晓得 早年 我们讲吧 一百年前 这是真的 一百年前这个教育的时候 你从小你家的老人已经教给你了 那还提到干什么 在从前人读书人 个个人都有这个根 小时候父母教的 家里面长辈教的 小孩不懂礼貌 那怎么行 在我们家乡 我小时候 六七岁 在外面玩 玩耍的时候 农村嘛 小朋友 吵架了 打起来了 走路的人 那个时候旅行是走路啊 没有交通工具啊 路人看到了 都把我们教训的 我们做错了 路人 不认识的 来教训一段 我们家里人看到了 向那个路人感谢 道谢 那像现在啊 现在的这个小孩 父母不懂得了 老师教训他的时候 呵斥他了 他回家告诉父母 父母到学校去 找到警察去 抓这个老师 让老师留在学生 老师怎么样 不教了 不敢教 这小孩很能学到 父母不敢教 老师不敢教 谁敢教他呢 电视教他 网络教他 教他暴力色情 傻盗淫妄 教他自私自利 教他损人利己 都叫这个 他全接受了 这些东西教他 父母不管了 老师当然更管不上 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个样子 语音音你总该知道了吧 他一切都在帮助 他在帮助 他一切都在帮助 他就要看 帮助